各位朋友好 这两天的网上真是热闹非凡 热闹的起点就是3月13号 郭文贵先生突然对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发难 说我们这是在搞钓鱼 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去 一去就要流血的就要死人的 为什么郭文贵先生这么突然发难 我记得就在前一天 也就是在3月12号 他刚刚说完了 他不赞成 坚决不赞成 但是也没有资格反对 一夜之间他就翻脸了 就改变了观点 而且还说的是非常的愤怒 其中是什么原委呢 我们今后再来分析 现在先说一说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钓鱼 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是受国内的 几十位民运同道 公知和维权领袖 体制内的有识之士 是受他们的委托 也就是国内的民主派的委托 在海外要建立这么一个宣传的平台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的宗旨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国内的这些同道 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 现在群体性事件每年是二十多万起三十万起 参与的人数是两千多万到三千万 这么大规模的抗争 但是呢都没有能够撼动中共的这个体制 都没有能够维护到他们自己的权益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共发明了一套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它就是针对你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分散的抗争 他们可以集合他们周围的力量 来扑灭一个分散的抗争 这就是这套网格化维稳体系 它过去十几二十年 所有成效的运作 把我们民间的反抗全部都给扑灭了 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每年因为强征强拆死多少人呢 每年司法不公 动死多少人呢 老百姓每天都在付出巨大的代价 就是因为人民力量没有联合在一起 这些抗争者没有互相呼应 形成一个合力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的宗旨呢 就是要通过在海外建立一个宣传的平台 向国内大式的宣传喊话 让这些消息啊 让这些概念 大家互相配合形成合力 统一行动 协调行动 让这种概念深入人心 让这种概念深入到所有的抗争群体 各地区各阶层的抗争群体当中 所以说我们就提出了 要再把这些分散的 在时间上 在空间上分散的抗争 把它合起来 把它集中到一个时间 把它集中到少数的地点 这样呢 在人群当中啊 就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 中共最怕的 就是老百姓联合起来 中共最怕的就是各地的抗争 各个阶层的抗争 形成一种共振效应 难道这个道理 大家不明白 难道这个道理 郭文贵不明白 当然明白 他为什么要反对呢 中共最害怕的 他们就要反对 中共所反对的 他们就要反对 他这个就是在帮中共维稳啊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大家难道不明白吗 我相信所有的人 有常识 有良知的人 就会明白 那再说了啊 他说我们是在钓鱼 我现在向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看一看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所有的信息 也包括我和吴建民 在我们两个人的个人频道里面的 所有的信息 关于全民共振的这个信息啊 都强调了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动 跟以往不一样 我们不是在搞密谋组织 我们不要人家来宣 这个来登记 不要人家跟我们联系 在国内的人不跟我们联系 我们是在海外的这个平台呀 单向的通过广大的海外的网友 单向的向国内传递 我们的信息 然后国内的这些通道呢 在私下的在传播 海外的公开宣传 国内的私下传播 我们甚至是建议大家 我们要求大家 请求大家 在国内的朋友 不要通过电子手段 来传播信息 因为现在的电子监控啊 无所不在 我们向自己周围 身边的亲朋好友 战友同道 我们向他们口头的传达信息 这是最安全的一种传达方式 这怎么能叫钓鱼呢 我们不跟国内任何人接触 我们在跟国内的所有的这些抗争者 我们不跟他们有直接的接触 我们把我们所想散发的信息 放在互联网上 大家在那个地方啊 各取所需 大家拿出来参考 然后呢 就按照自己的情况进行修改 进行调整 这怎么会是钓鱼呢 要说到钓鱼 你郭文贵过去所搞的那些 和现在正在搞的 那才是有钓鱼呢 你看你现在搞的郭媒体 让所有的人 让你的这些郭粉 让你支持你爆料的 其中有很多 真正的反共民主的人士 你现在就通过这个郭媒体 收集他们的信息啊 经理那个媒体是要登记的 是要透露个人信息的 那些人的这个IP地址 是暴露在你那儿的 而你过去就是一个国安出身的 你过去就是干脏活的 你现在还是在干脏活啊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钓鱼 我希望挺郭的朋友啊 大家到了这个时候 应当对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应当给他盖棺定论了 再不住可能就迟了 而且我希望呢 所有这些登记郭媒体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安全出发 重新的思考 是不是应当停留在那个媒体里面 是不是要在那个媒体里面呢 表达你们的思想 表达你们的态度 我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安全 我们从几年以前 开始推广的这个公民同城运动 同城小圈子 这些组织方法 都是强调一个原则 就是国内的现在啊 从自己的本地的身边的出发 联络同道 聚成小团队 这样呢是最安全的 绕过他们的所有的这些监控体系 面对面的和同道 结成了一个战斗团队 等待将来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么我们认为呢 现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正在宁静 好那再来回答 郭文贵啊 另外一个污蔑 他说啊 你们就是要鼓动老百姓啊 到一起去送死 你们让别人流血 我现在想告诉你 我也想告诉所有的 接收到我们这个信息的 这些朋友同道 我们这个平台啊 不是一个啊 鼓动动员大家革命的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呢 只是想让那些啊 曾经参加过抗争 和正在进行抗争的 和那些啊 还在准备进行抗争的 这一些群体和个人 我们对他们说话 我们告诉他们 你们要想抗争的话 要想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保障自己的利益的话 大家应该联合起来 怎么样联合呢 就是通过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的地点 大家一起行动 自然的就会形成一种 互相呼应 互相扶持的这么一种状态 我们并不鼓励那些啊 没有反抗意愿 没有诉求的那些人呢 去上街 没有 你们在家里面坐着就好了 你们当你们的啊 普通老百姓就好了 那些有利 有诉求 有抗争的人 他们没有退路的人 那些人 大家联合起来 这怎么是鼓动 别人去送死呢 明明是那些小的抗争 更容易受到镇压 更容易被残酷的对待 我们让大家 这些小的抗争 联合生大的 怎么会是让他去送死呢 这是一个观点啊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推广的这一次啊 五一的这次行动 我们并不是说五一 一定要大家呀 拿起枪来搞革命的 不是的 我们要求大家 我们建议大家 在同一个时间 出现在少数的地点 比较集中的出现在少数的地点 而这些地点呢 正是五一啊 人流必经之处 是你们可以作为五一啊 旅行的人中的一员 到达那个地点 然后呢 在那地方进行围观 进行停留 进行散步 这难道会引起中共啊 开着坦克 架着机枪 把广场上 把火车站 所有的人都消灭吗 所以郭文贵先生 你不要危言耸听 好 今天呢 就这两个问题 我就给他呀 回应到这里 也是向所有关心 全民共振频道信息的人 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个解释呢 我们不会停止 我们会不断的 不断的持续的解释啊 一直到全民共振呢 真正发生的那一天 一直到我们正垮 这个专制体制的 那一天为止 那再说一点小插曲啊 因为这个 我呢 一个二十多年的 老朋友 郭宝胜先生啊 昨天在网上面呢 也是对我啊 这个颇有为辞 起因呢 也是因为郭文贵的 这个攻击视频 污蔑我们的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呢 我和建民 我们两个人呢 就及时的 做出了一个回应 那在这个回应当中呢 我们把道理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个人在这个回应当中呢 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郭文贵 为什么会做这个举动 郭文贵 去年大半年的爆料 最大的受益人 大家想一想 是谁呀 就是现在中国 最大的独裁者 要当皇帝的独裁者 习近平 因为这次爆料 所有对他这个 皇位有威胁的人 都被他收服了 而这个收服呢 是通过爆料 来进行的 王岐山 过去是对他有威胁 但是现在呢 被他收服了以后啊 成为他的 得力的助手和打手 孟建柱 傅政华 这一类的殷权 过去啊 也是在王岐山手下 那么现在 因为这个爆料 又变成了习近平 直接指挥的 变成了他的走狗 这个爆料啊 他不是在损害 这个专制政权 而是在啊 帮助习近平 把过去的一个叫 寡头体制 变成了一人独裁 所以说啊 大家不要以为啊 他说的不反习啊 那是策略 那不反习 那是他的真心话 他不仅是不反习 而且是在拥习 他不仅是不反对 专制体制 他是要把过去 寡头制的专制体制 变成一种 更坏的 更极端的 朝鲜式的 毛泽东式的 极权专制体制 现在这个过程呢 正在加速的进行 习近平现在啊 已经公然的修宪了 已经成立了国监委 要通过这个国监委 这一整套的新的系统 也就是他的东厂 和锦衣卫啊 要对整个的官僚队伍啊 进行一次清洗 而清洗官僚队伍的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官僚队伍啊 来对社会 实行铁桶一般的控制 到时候 我们每一个乡 每一个村 都有他的专政机器啊 在那里有效的运作 我们的这个民营企业 都会被他消灭的干干净净 我们的知识分子 仅有的一点点言论的空间 就会被他挤压殆尽 我们的网友 在很难到网上面 再去吐槽了 那这个过程呢 现在习近平呢 正在加速的推进 这个过程呢 最多最多 也就是要两年 大家记不记得 郭文贵爆料的时候啊 他说要给习主席 三年的时间 大家想一想 如果习近平 按照这个速度 推进下去 那这三年以后 中国不就变成朝鲜了吗 郭文贵说 现在大家都不动 听我的 给他三年时间 郭文贵也说 这三年时间 我要干成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让所有 让啊 这个反抗阵营的 这些朋友啊 这三年 大家稍安勿躁 我们在等待 习近平进行改革 三年以后 习近平已经把中国 变成了大朝鲜 那个时候 我们再想反抗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啊 中国就会进入 一个长达 二三十年的黑暗时期 所以说 大家一定不要 上这个当 在挺郭会里面呢 有很多人 挺郭会的骨干成员 那是我朋友 那其中有一位啊 是我二十多年的 老朋友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啊 曾经一起战斗过的 他现在呢 是郭文贵先生的 这个主要的助手 郭宝顺先生 郭文贵啊 发了那个视频以后 他没有出声 但是呢我们回应了之后啊 他就来找我了 哎呀 说这个火力啊 太猛了 希望啊 我们呢 能够跟郭文贵啊 言归于好啊 我那个时候啊 对郭文贵的这个 他本人的立场 已经呢 是相当的确定了 但是呢 我这些老朋友啊 我真是很希望他们呢 能够看清楚 所以说呢 我说行 你就看一看 我们你看看呢 他会怎么说 那么保胜呢 就说 他说我去说他 让他呢 这个公开道歉 然后呢 让他把这个攻击的那个视频 撤掉了 然后你们呢 也撤掉 我说保胜 你如果觉得 你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你就去做 我是同意的 我是 我是可以的 那我加了一个条件 如果是他呀 真正的诚恳的 来道歉 取消对我们的这个攻击 也就是说 要他道歉 这个不是钓鱼的 你们不是钓鱼的 而且还要让他呢 这个保证呢 今后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有些朋友就质疑说 你这个是不是不讲原则 反共的原则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和建民 我们这个整个团队 从来没有放弃过 但是在一些小的战术上面 我们得照顾到 很多方方面面 这个并不是说跟共党妥协 我们那个视频呢 暂停了一下 但是呢 我们反共的脚步 可是没有停 我们反共的宣传活动 可是没有停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 对我们有这种误解 战术上的调整 是会有的 这个战术上的调整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因为 要向挺国会里面 那些真心反共的民运人士 要向他们最后一次证明 郭文贵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后来保胜说 好 那我们就达成了这种 金子协定 他会拆视频 他会发公开道歉 公开的道歉是说了 但是呢 说的非常的不到位 他没有对钓鱼这件事情呢 进行这个澄清 而且呢 他只是对我们 我和建民两个人 个人 他做出了一个道歉 这个不是跟个人恩怨 我们不需要他个人的道歉 我们是要他撤回 对全民共振的 这种诬陷和污蔑 这点呢 他没有做到 要想让这些老战友明白他 我们还是释放了善意 我们撤除了对这个郭文贵 诬陷视频的回应 你看他下一步的反应 结果呢 这个郭文贵 就将近一天的时间 他就是不撤 说他的郭媒体受到了攻击 但是大家都知道 郭媒体那一天当中 他随时还在上传其他的文件 他就是不撤 耍这种小花招 同时呢 他又鼓动他的 这一批郭粉水军 实际上这批水军呢 大部分跟中共 对我们的攻击 这个口径呢 是一模一致的 他们所用的武器 攻击我们的武器 跟中共攻击我们的武器 是一模一样的 说你们是钓鱼啊 你们要让老百姓去流血啊 就是这些城墙烂钓 但是呢 网络上面铺天盖地 现在的这个郭家军的这些水军 这个图共给这个郭家军 配备的这些水军队铺天盖地而来 这种流氓手法 这种啊 两面派的手法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我们暂停这个视频 要重新再恢复 也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你何必要玩这些花招呢 你只不过是向那些啊 挺你的那些民主人士啊 让他们看清你的真面目 让他们看清你的这个流氓的本质 你过去当了一辈子流氓 现在呢 你想啊 你觉得你把我们呢 当成一些读书人对待 当成一些读书人来愚弄 你觉得你可以吗 你够格吗 做不到的 公贵 做不到的 现在呢 我就正式地告诉你 你过去当英权 为这个专制体制 立了三次一等功 你过去呀 作恶多端 现在呀 到了悔改的时候了 你如果 继续地 为共产党卖命 为了那一点点银子 继续地为共产党卖命 你如果继续地阻挠 全民共振 那么这一次 我们就一定要把你揭穿了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各位挺郭的朋友 各位真正的 有反共民主决心的 这种挺郭的朋友 希望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一定要仔细地思考 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立场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